凌燃油无污染的飞行梦想已经靠太阳能飞机实现了 全球最大的太阳能飞机太阳驱动号从美国的西海岸的旧金山附近起飞 当地时间的4号凌晨抵达西南部的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 完成了其飞越美国计划的第一段的航程 在18个小时30分钟的长途飞行之后 太阳驱动号伸展着超长的机翼 如同一只纤细的大蚊子 缓缓降落在凤凰城的空港国际机场 时间是凌晨0点30分 美国已经迎来了新的一天 这是太阳驱动号飞越美国计划的第一段航程 它将由自己的最初设计者 瑞士飞行员贝特朗·皮卡尔和安德烈·博尔什伯格轮流直飞 陆续访问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 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首都华盛顿 在每个城市逗留10天 最后于7月飞抵东海岸城市纽约 一展达80米和体型最大的客机空客A380相当 重量只有1500公斤 还不如一辆小型汽车 太阳驱动号的机翼上铺设着12000片太阳能电池板 机身由轻量的碳速纤维制造 能够爬升至8500多米 平均时速为69公里 不过由于目前的时速还远远赶不上地球自转的速度 无法一直保持接受太阳辐射 飞机上安装了蓄电池 晚间就依靠白天储蓄的电量滑向 这项太阳能飞机研发计划始于2003年 由多国合作实施 十年来研发经费高达1亿1200万美元 整个团队多达150人 太阳驱动号还只是一个过渡机型 研发团队的计划是 在2015年实现太阳能飞机全球巡航